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出题官Papi 今天我要给大家出题了 P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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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现在的网络热词花样非常的多 接下来我会说出5个网络热词 答对4道题 你就能获得第三轮搜证的权利 你都能正确解读它们吗 完了 我家没通 网络热词 那网络热词 缩写的MSDD CQSD DBQ 和流行词快销品 拍照试折旧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不是这两天才出来的 我一般网络热词都得流行一个月以上我才知道 这可是靠到我的盲区了 MSDD怎么那么像 诺作诺代 NZ NSD 你是弟弟 你是对的 你说的对 CQSG D 挣钱 对 挣钱 你是对的 真情实感 DBQ是啥 不不激情 第三是对不起的 第四个快销品 充电线 快销品 快销品 快销品就是 就是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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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橡皮筋 那种一下子用掉就可以扔掉的那种 拍照是折旧 这我可真的是不知道 拍照是折旧 就是 拍的年龄很大呗 拍照是折旧 就是说 你拍照了之后 你就可以 折旧了 DBQ ZQSG 快销品 实在猜不出来 这太难了 你是对的 真情实感 对不起 快销品是快速消耗 正容易 我就瞎猜了 没实在没办法 NSDD 是不是你是叮当是吧 ZQSG是早起是狗 DBQ是大笨球 快销品是快点消失 你这个没有品味的家伙 简称快销品 拍照是折旧 是不是形容人老得快 好 我回答完了 我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NSDD是指 你说的对 CQSG是指 真情实感 DBQ是 对不起 快销品是指 买完很快消失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 有充电线 耳钉 发圈等等 拍照是折旧 是指一件旧衣服 只要拍过几次照 就算旧衣服了 这什么 但第一个我要反驳 第一个绝对有 你是弟弟 因为那个 就是那个打游戏什么的 一般就是想快速发 发那个文字去嘲讽对方 一般都有发那个NSDD 就你是弟弟 就是那意思就是 在讽刺别人打得差 这个应该是有的 NSDD是指 你说的对 CQSG是指 真情实感 DBQ是 对不起 快销品是指买完很快消失不见的东西 比如说充电线 耳钉 发圈等等 拍照是折旧 是指一件旧衣服 只要拍过几次照 就算旧衣服 一层了 或许章 财云